花莲县新城乡幸福巴士正式上路了 分成南北两条路线 有两辆9座巴士提供服务 而乡公所表示幸福巴士有固定的路线 也可以弹性预约 提供民众就学、就医等不同结果的需求 市营运期间车子免费 现在乡公所从去年起就着手规划幸福巴士 由东豪大学东部区域运输发展研究中心协助 撰写申请书向公路总局申请 今年1月获得新东洋机构捐赠一辆9人坐巴士 相同所在自筹购买一辆并且正式启用 现在乡公所在合理台北老师幸福巴士 每周遇到坐五发车 分成北线以及南线两条路线 北线为大汉、康乐、顺安、新城等村 南线则是新秀、北埔、嘉陵、嘉里、嘉兴等村 每周遇到五发车 其次点都是新城乡公所以及国军花林总医院 也接受提前一天的预约 或是乡民临时突发状况的需求 在7年的10月的时候开始启动跟申请 将近一年的时间 差五天就是一年的时间 我们来完成这项的一个工作 新秀乡是一个非常狭长的一个乡镇 从头到尾有18公里 非常的狭长 而且是一个花莲北边的一个重镇 交通重镇 但是因为部落分布的比较临上 老人家长领的也不加基多 那加上我们的年轻人 要上班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父母亲 在这份的上班时间意义来关怀 所以李台在7年的时候指示我们社会客 希望来做我们幸福巴士 来关心我们乡里面的弱势的一个族群 关怀弱势不是公部门的关心重视以外 社会的爱社会的关怀我们不体会到了 所以今天在短短不到一年的这个时间 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以及各界的关怀之下 我们今天来正式的启动 我们才一夜市的这个方式 一夜市的方式 到今年10月到年底这个地方 我们市营营在明年的时候 前面来服务前乡 我们需要来关心的弱势 以及长者及小朋友们 现在许中也前来肯定乡公署的用心 幸福巴士到目前为止 我要谢谢这个新城乡 这个去年的提案 那我们跟交通部来争取 那感谢监理站 还有东华大学应援所的支持 让我们的新城乡的这个幸福巴士 能够来启动 将来合理台表示 根据花园监理站 针对县内公共运输涵盖率分析 新城乡去年总平均78.58 低于全县总平均 排行第10 希望幸福巴士上路之后 能够照顾更多的乡民的需求 花园监理站表示 目前花园已经有秀林 秀峰 丰滨 卓西 凤林 瑞瑞 富丽等乡这有幸福巴士 新城乡经过公路总局 核定35万元 依助行销推广以及多卡通 东台车机等补助 信用发出上路之后 藉由弹性医学的方式 方便偏远 理次需求不集中的地区 乡民通勤或是到公家机关 学校医院新城市区 大幅提升交通的便利性 记得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